野象阿风 各种繁重的工作 因此村子里每一个人都会训像 而这里最优秀的训像师 就属阿迪的爷爷了 他这是怎么了 大象吼叫 天将要下雨了 阿迪我们回家吧 嗯 好的 很快 大风来了 电光闪闪 雨像瀑布似的倾泻下来 山顶上一声巨雷 接着是隆隆的倒塌声 夹杂着树木的折断声 和野兽的惊叫声 山崩了 真是太糟糕了 发生山崩了 又会有很多动物会因此而丧命啊 是吗 那样的话 他们真的很可怜啊 哎呀 野象 这里有一头野象 难道野象 闯进了我们的村子 要是那样的话可就危险了 要知道 野象发起狂来 破坏力可是非常大的 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然 村民的生命财产会有很大损失的 爷爷 野象怎么会跑进我们村子啊 一定是刚才的山崩 让他跑进了我们这里 我要出去看一下 在他还没发狂之前 将他控制住才行 他跑到那边了 快堵住他 哎呀 这个家伙力气好大 大家可要小心一点 千万别被他伤到了 怎么了 还没抓到那头野象吗 没有呢 那家伙很凶啊 你看他在那里 原来只是一头小象啊 是啊 他的腿还受伤了 要是能抓住他的话就好了 不过他野性太大 很难抓住的 爷爷 你是我们村子里最优秀的训向师 要不您来试试吧 嗯 好的 你们先后退 让我来试试看 好机会 小家伙 我看你往哪里跑 好了 爷爷已经将这头小象抓住了 我们快过去帮忙 不愧是我们村子里 最优秀的训向师 果然厉害 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怎么样 动不了了吧 刚才还想打我 哼 现在你再凶的话 我打断你的腿 不要吓唬他 不要吓唬他呀 小家伙 不要害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大家为了在暴风雨夜抓住的这头小野象 于是便给他取名叫做阿风 而驯化阿风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阿迪的爷爷 阿风 你的腿伤并不严重 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阿风 来 吃点香蕉 补充一下身体吧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么好吃的香蕉 他为什么不吃啊 没事的 刚抓捕回来的野象都是这样的 等他饿得受不了时就会吃的 你不要心急的 嗯 阿风 你整整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求求你吃一点吧 不然你会饿坏的 孩子 你不要着急 现在他的脾气正暴躁着呢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慢慢适应吧 嗯 好吧 我去山上菜点草药 你去屋子里把那些草药剁碎 晚些时候 我再帮阿风的腿敷一次药 这样 伤会比较快好大 就在爷爷上山采药 阿迪在屋子里剁药的时候 小野象阿风 挣脱了束缚自己的绳子 跑了出去 象跑了 野象阿风跑了 啊 他这是怎么跑掉的 这个可恶的野象 竟然还敢打人 这样的象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对的 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不要伤害他 阿风不是故意想伤人的 阿迪 你到一边去 要知道 按照村子里的规矩 伤人的野象 一定要受处罚 阿风 你要听我们的话 不许打人了 没有谁会伤害你 你干嘛要打人啊 那些家伙 下手也太狠了 阿风他还是一头 没有驯化的野象啊 这是盐水 喝吧 很好喝的 爷爷你看 阿风他开始喝水了 他现在知道 我们能保护他 所以 对我们的戒心 开始一点点的减退 阿迪 你一定要记住 驯化大象 不能用野蛮的方法 而是要用心 去和他沟通 只要你赢得了他的心 他才会心甘情愿的 听从你的指令和安排 嗯 很快 阿风便和阿迪一家人 成为了朋友 爷爷认为 可以训练他了 大叔 你难道不在 阿风的耳后烧伤烤 是啊 大家训像的时候 总是用一块烧红的铁 在香尔后烧成个伤口 让他终身带着 以便在他野性发作时 就用木杖去刺 我是不会那样对待阿风的 要知道 只会使用木杖的训像师 可不是有本领的训像师 大象其实也像人一样 你亏待他 他就恨你 你对他好 就比铁链和木杖 更能约束他 如果对大象 缺乏爱怜心 训像师的一切努力 就会徒劳无功的 不需要木杖 真的可以训练大象吗 或许 这就是大叔和我们 训像的不同之处吧 要不 他怎么会成为村子里 最优秀的训像师呢 阿风 跪下 你是最棒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天啊 你看大叔竟然这么轻松的 就骑在了大象身上 真是不可思议 要知道 刚开始驯化的野象 是绝不允许 有人骑到他的背上 大叔的确是 最优秀的训像师 果然名不虚传啊 阿风 很快便成为了一头 优秀的训像 他可以在阿迪的大领下 做一些农活 或者去山上运输木材 阿风啊 今天我们已经运了 好几趟木材了 你也累了吧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看来你真的有些累了 我去给你找一些野香蕉吃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吧 你可不能乱跑啊 太棒了 终于找到了 这些香蕉虽然不多 但足够让它补充一下体力了 什么东西 啊 大野猪 真糟糕 怎么会在这里遇到野猪啊 这不是村子里大家说的那头凶残野猪吗 真倒霉 怎么偏偏在这里遇到它呀 这头野猪曾经被猎人 砍过一刀 从那以后 他就特别憎恨人类 一旦看到人类便会发起袭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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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痛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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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的事情 很快便在村子里传开了 村子里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奇 纷纷称呼阿丰为圣相 阿丰真是了不起啊 不愧是圣相 当时你离开阿丰的时候 没有拴他吗 没有啊 我爷爷说了 当你得到了大象的心后 就算不拴他 他也不会离开你的 是啊 如果当时你将他拴住了 他也没办法赶来救你的 真的是得到大象的心 比用外在的绳索 拴住他的身 更是重要的